現在香港有一件事很缺乏的 叫做Common Sense 如果政府政策時時都是用一些 很迂迴折曲 指鹿為馬 透換概念的方式來說 大家當然不明白 這是政府的責任 不可以說你不明白 很複雜的 那就不說了 是嗎 嗨 大家好 Hello 為什麼我不明白又來了 今天是2017年10月30日 沒錯 我是John 大家看到標題都知道了 是啊 今天我們的Live的主題是 緊急呼籲 緊急招募主持人 緊急呼籲 因為又只有我們兩個 Karpo你好 一開聲就有人進來了 現在四個人了 是嗎 是嗎 很擔心沒有人 還說沒有人進來不開始 一開聲就有人進來了 緊急招募主持人 對 因為原本今天 今天應該是Billy Suppose 應該要出席的 是呀 Suppose Suppose 搞什麼 阿欽涼問我們 你說搞什麼只有兩個人 還是搞什麼的燈光 因為我覺得我純粹配合 Halloween Halloween Halloween那些Party 早兩晚應該都出席去玩 是嗎 我記得一年沒有出席去玩 我沒有出席去玩 我是沒有出席去玩 我沒有興趣 是嗎 有 我們不是有一年 有嗎 玩得很高興 那些不是 那些聖誕節 那些不是 那些聖誕節 那些是聖誕節 那些是Halloween Halloween那些聖誕節 沒錯 又來不了 抗宮 又來不了 又射球 所以 所以John就決定解僱了 對 我是問為何要進行 對 我現在正在解釋這件事 是 那不要說解僱 也想找另一個事 沒錯 但你Billy來的時候 就四個人做 好啊 沒關係的 好啊 至少Billy不在的時候 至少不會剩下我們兩個人那麼水 不太水 兩個人都很水 雖然一個人都試過 有時一兩次就OK 一個人 持續性 對 保持只有兩個就很嚴重 對 很嚴重 所以都是不行 搞不好 女性優先 要招呼主持 對 女性優先 女性優先 當然 Ladyverse 幾次都是 我們受過英式教育 有這個紳士風度 當然是Ladyverse Ladyverse 先看看 你已經認識教育有些問題 這樣 那麼 這個星期就 原本我上個星期 我是很大安子儀的 我打算交給Billy說 即是他一個月沒有做過 對 給他發揮一下 對 他一定有很多勞騷 我打算就隨他講 說到疲累我才會插嘴 殊不知他又不來 結果就 但也有些好笑的東西分享 你覺得好笑嗎 好笑 好笑 始終我們做網媒 我們做網媒 我個人認為 現在香港的網媒 最大的困境是什麼 最大的困境 最大的困境 沒有人做 好像我們這樣 沒有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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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錢 沒有廣告 其實很多時候 就算只有我們兩個 歌集節目都很好聽 這個當然 你怎樣 你不會一味 只是搞局 認真說 我覺得成本方面 成本方面是最難 最難 最難 營運 成本就是我們 是的 我們這些 叫做自己 做 又不說 沒有要求有什麼回報 純粹是自己 怎麼說呢 在發阿風 又不會要求 我要有些手指平衡 才繼續做 我們不會有這個 我們自己拿錢 做 那也是 拿我們做例子 也很笨 可能當你拿其他網媒來比較 他們真的要請人 去做主持 專業的主持 不像我們這些 亂說的 專業的主持 就是專業的器材 還有一個穩定的播放時間 有一堆穩定的聽眾 或者觀眾 但是如果相對於主流傳媒 但是他的廣告的收入 就差天共地 所以這個成本上 其實是很難繼續生存下去 那你說到這一步 那你成本上 當然是說到成本 其實你想好收入就可以了 是不是 那好了 就是說 如果你說成本的問題 其實他集中在想收入 好了 去到想收入的時候 你想有收入 那就不外乎都是那幾樣的 廣告 是不是 sponsor 課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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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金這件事比較難做到 老實說 是 你要 你要比一般的主持付出得更加之 投入 是 更加多的投入 你才會跟我說課金 否則你就不要說了 你要想很多計劃 是的 我真的覺得很辛苦 如果你為了課金 其實真的很辛苦 但是 卡普利說什麼 太多選擇 沒有選擇 不是你不會連續五個星期 只看到我們兩個 不是 他只是網媒太多選擇 網媒太多選擇 但是其實你 太多選擇 那我問你卡普利 你嘗試在這個影片回應我 除了我們之外 你還有聽什麼 你還有聽哪個網台 網媒 或者你平時接觸的網媒 有哪幾種 因為 如果你單單說網媒這兩個字 其實界線經驗很模糊 很模糊 即是你告訴別人 你是做媒體 其實這件事是很模糊的 因為為什麼呢 譬如說 譬如你說 《二血時報》這樣說 他是網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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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他的節目 有他的新聞的發佈 有他們自己的 不定期的報紙 不是定期的 月刊的報紙 那些 你會整件事告訴你 他是一個媒體 一個主要靠網上發展為主的媒體 阿Dio 你看成寨的嗎 成寨是什麼 劉細良 不是 是不是劉細良 劉細良 很隱瞞 很隱瞞的 你接受我 Sorry 我聽過一次 竟然是成寨 好像去找范國威上去做 是歌慮的 歌慮的 對 對了 這也是歌點 是那一派的人 那一派的人 就會做成寨 這一派的人 就做D100 那一派 就是《二血時報》 另外還有一派的人 就是 《二血時報》 因為你講來講 其實我就是想帶出這一點 你每一個所謂的網媒 我用Karpo Lee 大家心知肚明的標準 那些網媒 你面臨的問題就是 這幫人 那幫人 那一幫人 跟這一幫人 大家永遠是不會有交集的 結果就是 唯一唯 唯一唯 大家都只不過是說一向 我們未來喜歡聽的事情 這個心態都維持很久了 是啊 幾年前已經是這樣 可能由社民年成立以來 已經有這個街端 有這個 栄爐取暖的狀況出現 一個網媒這個媒體所做出來的事 只不過是entertain他們圍內的人 你接觸不到外界 那你就沒有收入 你只是靠著這群人 人人都像《熱血時報》那樣本事嗎 真心 不是曲線 你有時候聽他們的節目 一刻就說有300元課金 大亨結婚週年快樂就500元課金 這樣一個早上就八塊錢了 我聽到而已 因為我聽不是看的 我聽到就八塊錢了 做一個早上節目就八塊錢了 不知道這些數字是真是假的 你不要理會 反正你又證實不到它是假的 你不要學壽思彈 我懷疑 另外就是我剛才說的 網媒其實現在的界線很模糊 模糊在甚麼呢 就是譬如 媒體 媒體 媒體說的東西最主要是甚麼 你要有一個 content 去發佈 發佈那些 content 其實現在網上 很多的facebook page 都在做這件事 他都在不斷發佈一些 content 給大家 那些 content 的質素高與低 我不管 我不說 就好像我們這樣 我們在一個 page page 我們每逢星期一 就做一個這樣的節目 去發放那些 content 給大家 我們是一個網媒 但是如果你拿我們 為什麼我不明白 你去跟熱血時報給這件事 是 是不是 他也是網媒 如果你說我也是網媒 那我就覺得 嘩 其實 真是sorry sorry 你每個人開一個 page 改一個名字 拿一部電話 你自己對著鏡頭說話 你都可以成為一個網媒 就是這樣 門檻很低 對 變成那個界線很模糊 如果你要求那件事 就是不行 我想有一個名證言順的 走出來 譬如你說 我一講無線電視 你就會想起一個電視台 我一講起 蘋果日報 你就想起一份 很大的 一份全港最受 最暢銷的報紙 譬如你要做到這件事 你告訴別人 喂 D100 就是全香港最 一定是代表知道 你是全香港最多人聽的網媒 一定是十點潛特首 不知道是不是 即是 你想做到這件事 你很難 加上就是什麼 就好像我剛才說 譬如蘋果日報 去到今時今日 你說的蘋果日報 雖然他每天有出報紙 但其實 如果 我是 近這兩年出生 你再過十年 你再問我 蘋果日報網媒 蘋果日報就是一個Facebook page 它有個網站 港人港地都有 有個Apps 港人港地都有 就是這樣 你再過幾年 你再去問小孩子 你問他 喂 哇 糟糕 糟糕 你去問小孩子 蘋果日報是什麼 一個 啊 content farm 可能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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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可能 不要說content farm 對不起我口大 比如你說蘋果日報 你說蘋果日報是content farm 你說蘋果日報 可能就是一個 page 有發布新聞 這樣 那些 你很難再去界定 這個網上的媒體 究竟是什麼 網媒究竟是一件 具體的事 你說不出 因為太集亂了 可能當你香港01 我覺得在網媒上 是我的規模最大的 以現時為止 因為他始終是 他有自己的記者 他會做很多專題的採訪 有即時的採訪 什麼都有 就算《二權時報》 他都沒有很少 我不可以說完全沒有 很少是第一手資料 即時採訪 或者是專題的 香港01的報導 都比較少些 都有 不過是相對於真正正直 即是香港01 這麼大規模的網媒 相對少些 我們更加不再說 當然 我們是零 我們都是share 新聞 其實很多網媒 都是沒有第一手資料 都是在其他主流傳媒 主流傳媒的資料上面 再加上可能有自己的立場 或者是自己的分析 講出來的 香港01就是這樣 很多時候都只不過是拿回 剛剛明報出了一段新聞 他就叫做 他就叫做 我不知道要不要抄 我覺得 撇開政治立場這件事 他是有 他有記者的 他有現場第一手資料 他不是每個報導 都會可能是 叫做所謂的 抄其他新聞下去 再加加減減 加鹽加吵 可能大部分網媒 都是在做這件事 為何沒有like 喂 幹什麼 幹什麼 停手了 你幾個 我們不收錢 我們都要禮禮禎 所以我很明白 你看大幫那種心急 很希望令到網媒這兩個字 緩大一些 charitable 做大這個網媒 甚至乎他很心急想做大D100 因為我剛才所說的 你D100說真的哪些人看 黃絲珠 自己有 自己有 黃絲 我老實說我從來都不看 你又問一下 平時看《二血時報》那班會不會看你D100 不會的 你問一下MyVideo 平時看MyVideo那班會不會看你D100 不會的 你看看城寨那些 像卡普利那樣 你會不會聽D100的節目 一些吧 我想他們中間的立場上會有些交集 但大班就很介意 所以大班他會很介意 尤其是你知道大班以前是什麼 跟黃毓民一樣 名嘴 在主流傳媒上 曾幾何時 很有影響力 作為No.1的時事評論員 10點前特首 這個名字 黃毓民 鄭京翰 在香港曾幾何時 No.1的時事評論員 你有誰可以跟他們兩個看齊 而那個年代就沒有 那個年代真的沒有 那個年代也沒有 那好了 現在 上個星期 24日 24日 你記得這麼清楚日子 我剛剛看的 我剛剛看的 M-Wong說 為何Billy這麼多集都不出現 你自己問他 你自己PM問他 所以我們先招募新主持 有興趣嗎 上來做吧 那 話說 黃之鋒 因為非法集結的罪 上訴至終審法院 之後24日 當日成功保釋 用人事擔保 成功保釋出來 兩個人隨即接受傳媒採訪 很忙 當時他們接受什麼採訪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因為說真的沒有看 他們兩個 就算報釋出來 我都不知道 直到 我上網 無意中看到一宗新聞 鄭京翰 罵爆黃之鋒 罵他們 即管聽一下什麼事 話說 鄭京翰罵他們 二人寧願到商台接受訪問 都不出席其風波裡的茶杯 或者左右大局 痛批二人不懂人情 真的不對 我覺得是的 我覺得是的 真的不對 我覺得是的 小孩當然要專施重道 尊重長輩最重要 我又說一下他們 柔青元就這樣說 這是在他們的節目中說的 是的 因為他們連續有三個節目都在罵黃之鋒 包括柔青元的節目 《龍鳳大茶樓》 《龍鳳大茶樓》 《柔青元》和《吳智森》 嘩 你聽到這個名字也不想看 之後還有這個 李慧玲和陳建民做的《左右大局》 大班有封煙去罵他 另外大班也有在節目中再罵一次 是這樣的 那 柔青元 這個人這個好笑 柔青元他怎麼說呢 柔青元 咦 剛才我看到的 對了 他說 他的妻子和劉德華交情都不深 但對方都願意在 他老婆的著作裡面提字 他指這些叫做人情世故 這樣 這樣比較 大班也主要說這一點 就是 你要幫我們這個網台發展 你有什麼理由 不第一時間 來我們D100做訪問 因為你來到D100做訪問 那些記者為了追訪你 就會來我們D100 大家就會看到我D100 對的 絕對是對的 他這種想法絕對是對的 但是 我分開兩方面說 我分開兩方面說 譬如你說 我覺得這班 這班老人家 這班老人家 柔青元 鄭經漢 這班老人家 陳建文 這些老人家 我又覺得 其實 你都要明白 就算黃之鋒 就算黃之鋒 如果我是黃之鋒 如果我是黃之鋒 我能夠保釋出來 我能夠保釋出來 我去一些媒體訪問的時候 我第一個 我會考慮的是什麼 就是哪裏多人看 曝光率 對 哪裏多人看 那 其實就算 不要說他保釋出來 就算他以往 搞瀉運 搞瀉運 我覺得他們的取向 都是需要曝光的 是啊 是啊 我不是從那個罵 說他們是不是靜棍的方向去說 我純粹中立的方向出發 我放了牢出來 我要去接受一個媒體訪問 我第一樣 我當然會找一個 我認為 最多人聽的地方 是不是 最多人聽的地方 那 電視是不會訪問他的 是啊 是不是 他不會當日 啊 東章北望 會馬上 在監術門口 等你放學 他不會這樣做 甚至乎 他不會說 黃之鋒 剛才那個 那個 羅冠聰 劉青月 不幸美 不幸美 不會打電話給黃之鋒 喂黃之鋒 喂 我東章西望 我想訪問你 你有沒有空 不如我過你那裏 不會啊 不會啊 事實上 以時間性來說 當時只有電台的節目 可以做到一個 即時的訪問 是可以出街的 是 是 他選擇了在電台那裏 我忘記了是 是港台還是商台 我忘記了 商台 是商台 商台 是什麼節目 是不是就是 黃永那個 應該就是黃永那個 我猜是 好了 之後 吳志森也有說 吳志森也有說 喂 就算你不來我們的節目 我打個電話給你 做個封煙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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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但是我就是這樣覺得 誠實一點 誠實一點 如果當時 他只是跟你做封煙 你們都是會這樣說的 為什麼你不想你做節目 對 其實都是那個問題 為什麼你上商台 不想D100 對 對 因為 吳志森也有說 喂 我們的節目 其實我們網媒很彈性 是嗎 我們等多15分鐘 等多半個小時 我們遲些才結束 其實沒有問題 為什麼你都不做 打電話給你 你不聽 他直接打給他 黃之鋒不聽 是啊 人家在做節目 神經病 人家在做訪問 你怎麼聽 人家都神經病 那就是 你 既然 你自己 你明白嗎 那種 為了賣小強 把自己退後到一萬步 我 就好像 我 明明就是 你對你老公不好 你老公出去勾三搭四的時候 然後你再跟他說 我不是怪你出去滾 我是怪你不回家 你懂得回家就可以了 好似霍景良 和汪明傳他回家 對 你出去玩不重要 老公 最重要你懂得回家 我知道他性格是這樣 但是他一件事 他真的每晚都回家睡 你說到這一句我也記得 因為你最近在煲 對 最近在煲 就是這樣 吳志森這個時候 你跟我說這些 不要玩 對自己要誠實一些 你現在怪的 就是怪為什麼黃之鋒放牢出來 第一時間不去你的一邊 分享他的心路歷程 主要是將他覺得雙重標準 覺得阿樂觀中雙重標準 重視商台 重視主流傳媒 而對這個所謂的網媒 就完全是漠視 但是我就是剛才說的那樣 吳志森你要對自己誠實一點 你所介意的經意不是他封不封煙的問題 因為如果像你們這樣說 說到這麼人情世故 就算他封煙了進來 鄭經漢也會這樣罵他 對嗎 可能是電話談話的內容不會即時罵 咪口一定罵 對啦 你應該上來就要去節目吧 一樣都是這樣被你罵 因為之後我想說的 鄭經漢你自己也要對自己誠實一點 你說的為了網媒的發展 是吧 你是應該上來我們D100 你上來我們D100做訪問 那些記者就會走來我D100那裏 那你才可以幫到網媒的發展 是吧 好了這個鄭經漢的說法 我就是說鄭經漢你要誠實一點 你要誠實一點 他說我們D100 我們D100這裏 你們有在我們這裏做節目的 平時你們做得差 什麼缺席 隨便找個肥仔上來 亂說過幾小時 我也有你 嘩 是不是很熟悉的這句話 嘩 嘩 嘩 是不是很熟悉的這句 嘩 好假的 曾經何時 不知道聽過哪位老前輩 有說過類似這些說話 你正經漢明明說到這一步 就是說 你平時做節目差我都算了 你有這些好處你不應付我 但是其實你們全部人 你們都沒有真真正正站過在黃之鋒 和羅冠聰的角度去看 是不是 他們的心 他們的心想 年輕人二十多歲 大哥 坐牢 第一次坐牢 是不是 中間的 他們這段時間所經歷的痛苦 你們沒有過 剛才你們D100在座 那麼多人 你們沒有一個人會明白 其實你們沒有坐過 全部都沒有坐牢 全部都沒有坐牢 現在黃之鋒和羅冠聰真的可以大救你 你坐牢了沒有 而是當他放了牢出來之後 其實他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 很簡單 老實說 當他放了牢出來 當他放了牢出來 其實最好是第一件事 當然要花他洗個澡睡覺 拿到有葉洗個澡 拿到有葉洗個澡 這個時候 當然會有很多人 想第一手去知道 我的心情是怎樣的 我也要找個地方說 而既然這個心路的歷程 對於鄭經漢你來說 都是這麼重要的時候 對於大眾的印象可想而知 雖然我不知道 但我相信會有很多人想知道 很多人想知道 亭哥的報道也很深入 是啊 那好了 他作出來了 你們這班老人家 你們整個D100 你們這班老人渣 你們只在想 你們想的就是自己 你終於說老人渣 是啊 你們整班老人渣 你們一直以來 你們想的都是自己 都是自己 對不對 老實說網台的發展 就像我剛才這樣說 你們的聽眾是甚麼人 你們應該這樣說 你們的聽眾是只有些甚麼人 剛才你說的聽眾群都說大了 你說他們是黃絲珠 其實再補充多一個字 是老黃絲珠 說真的 你年輕的黃絲主義者 其實你不會聽D100 我也是看蘋果日報 只是看蘋果日報 怎麼會聽D100 你比起一個年輕人 你聽到大班說話 你都聽十分鐘就聽不到 大班都可能好一點 你試試聽郵清源說話 陳建文說話 你不死嗎 陳建文他說 聽到大班這樣說 陳建文說 現在的主流媒體都歸邊 蘋果日報呢 你說蘋果日報 你說蘋果日報歸邊 至少還有蘋果日報 至少還有明報 香港有多少份報紙 陳建文說 所以我現在都不在報紙寫文 我都留在那些什麼立場新聞 那些什麼眾新聞那些地方寫稿 我有風刮 你這個混蛋 又要對自己誠實些 又要對自己誠實些 如果去到今時今日 明報找你300元一天 寫一份稿 你寫不寫 不用多300元 你寫不寫 不寫 500 不寫 800 1000 然後他 一天 那當然他的話風就會轉了 轉了就是 不明報也是公信力的報紙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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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常都覺得 真的要對自己誠實些 有時候 說話 就不用說到這麼大的 是不是 你陳建文 你陳建文 喜歡在哪裏寫稿 哪裏喜歡寫文 哪裏會肯和你登 是不是 老實說 這些東西 根本就和黃之鋒 肯不肯回來做你們的訪問 是一點關係都沒有的 其實 是不是 你不要說到 我今天 我陳建文 我今天不在其他主流媒體上寫文 為什麼 因為我是在輔助網媒的發展 你收皮 你不寫一份稿 你不寫一份稿 投稿去熱血時報 你老母 因為他說的 什麼傳媒歸邊的東西 根本就廢了 其實每個傳媒都分辨 就是 你不要說 連你D100你自己都歸邊 就算台灣的傳媒也是 那些報紙和電視台 不是藍就是綠的 我真的不知道哪一個 那你說在台灣 藍綠的陣營 那個分 因為他有兩黨輪替 你香港沒有 這些都是 政治立場的分 對 很簡單 陳建文 你這麼想這個網媒 可以壯大 你找黃毓民和你寫過 其實不用 你不用找什麼政治人物 你想網媒 更多人認識 更多人聽 找多些明星上去加分 而是 你要打破網媒之間的隔膜 現在是 你那不是你怎麼做大 你聽來聽去就是 你這班老黃絲 你們 港獨派的 你全部就是聽完影片 其實是的 John那個說法是好的 你也講話了 陳建文也講話 傳媒所有歸邊 你就嘗試把這個 打破 你不要再請陳浩天上去討論 上某些節目上去討論一下 香港未來的政治方向 香港未來的前途如何 你不要因為 我相信你一定是 因為有這個政治立場 我們不會請他做嘉賓 甚至乎可能之前 黃毓民和熱血吵架 某些支持者 都吵架某台說 為什麼你請這個做嘉賓 這個是什麼派的 其實有什麼關係 其實沒有所謂 根本你去搞 你所謂 現在你們整個D100 你鄭京漢 你陳建文 你們口中所謂的網媒 其實就是什麼 都是歸了邊的東西 遺老 也是遺老 除了遺老之餘 你是不可以有其他 路 是 路人過來做嘉賓也好 是 過來做主持也好 是 因為如果你中觀全香港 本土的傳媒來說 最中立的是誰 香港電台 你能不能做到像他這樣 其實商台也是很中立的 算是 雖然我是沒有聽 但是其實如果你說黃永 黃永就是歸邊 是不是 我這樣說 黃永那些 你不是也是歸邊 是不是 你真的很難做到 好像李鵬菲 告訴你 因為你在港台 所以 根本整件事 根本整件事 你們現在在罵 你們整班老人渣 在罵的 就是 你都是在想自己 為什麼你黃之鋒 羅冠聰 放監 的這件事 不第一時間 回憶我 當 過去這幾年 我 我這班老人渣 幫了你們 多少 這些老人渣 很喜歡說這件事 是啊 那時候 我節目 花了多少口水 跟你們說 幫你們 太怪你們 大班就說 以前 我們在台上 幫你們籌款 你要對得住聽眾 才行 就突然放聽眾 上台 他真的這樣說 是啊 是啊 如果你們是這樣的心態 以後聽眾 會怎樣捐錢 支持你們 不要捐 你老米 你不是有得香港 眾志滅黨 很簡單 我想知道 大班 他們這樣罵黃之鋒 我想知道 聽眾的留言 是如何 會不會是 喂 很有趣 很有趣 我看左右大局 在YouTube看 我不知道 這是否他們官方發佈 我不知道 總之我看到就看 下面那些 留言 全部都是吵架大班 哦 你D100 哎呀 你以為D100 很多人認識你 你讓我去商台 就說這些 當然 這些分析 其實不夠客觀 你問我 因為 我去選 黃之鋒去選擇商台 去做了訪問 這個其實 有很多考慮在中間 而且我覺得很正老 而大班 現在 他們最不認識老實的 就是什麼 他們在尾其名 說 為什麼 你不想想這個網媒的發展 而先離我D100 你不要說到自己這麼大 其實一直都在假裝 你尤星玥 不給面子就不給面子 你 跟網台生態有關 尤星玥 尤星玥才好好笑 你真是跟我說劉德華 對 劉德華 人情細古 人情細古 即是怎樣 如果你真的要說人情細古 你找我寫 我也要寫 是啊 你不可以拒絕 喂 又或者這樣 鄭兼翰 鄭兼翰 我現在公開 我現在公開在這裡 我邀請你上來我的節目 馬上PM 對 我等一下就PM你 我邀請你上來做我的節目 你來不來 你不來 你不來 你看我不起 為了網媒 對 為了網媒的發展 你不當我這個網媒嗎 你看我這個網媒小 你看我不起嗎 你不會這樣說 神經病嗎 當然 我有少許硬 可能在弄好話 喂 那這兩隻猴子在我那裏做節目 有做過 兩個 維持著也有 那一晚又是有節目組 他們罵完 是 那一晚他們又上來 回去做節目 是這樣的嗎 有 好像 忘記了 我突然間 突然縮了 但是 說到這裏 這班老人渣的心態是什麽 大家很容易明白 理解 現在 問題就是 我也想說回這兩位年輕人 黃之鋒 羅冠聰 你還記不記得那天 類似有個集會 支持他們 即是在這個 正總外面 正總外面 支持他們 都不少 判監 那裏 很多人 你還記不記得當日主持的 是誰 毛孟靜 是嗎 你還記不記得毛孟靜 那裏做過什麽 唱生日歌 唱生日歌 好緊要 然後跟羅冠聰說 你女朋友怎麽 那裏 搞到羅冠聰這裏 很尷尬 當時我第一個感覺 我已經覺得是什麽 羅冠聰 一個毛孟靜 走出來都吃滑你 在這裏 玩你而已 你真的沒得了 打從心底 其實老實說 尤其是你們兩個 你們兩個年輕人 在你這班的泛民心目中 是什麽 死小子 真的 我玩你就當然了 你要聽我說就當然了 是這個心態 不要說黃之鋒和羅冠聰 就算楊岳橋 當年補算的時候 四方西一下也不敢給他 Exactly Exactly 你比起是楊岳橋 你一吻你真是瘦 還有 都拘捕了 現在楊岳橋 其實楊岳橋的年紀都不小 30 和我這個人 而且 畢竟只有一個律師 是呀 那你羅冠聰 黃之鋒 在他們的心目中 真是死小子一個 是羅山哥 對 老實說 很簡單 例如我那樣 我在我的圈子 我在我的圈子 誰敢勸我 誰敢勸我 不是 Billy不是你的圈子 就是我平時工作的圈子 誰敢勸我 你敢勸我 你把戲 就是 但其實這種戲是來自甚麼 某程度上 我老屁股 對嗎 事實 事實 我玩不玩得一件事 老人渣 但我不是拿他們來欺負的 你明白嗎 你不會拿新聞打糕他 對 這是另一件事 如果我拿新聞打糕他 我就老人渣 但是我不是這件事 而是 你平時在我們華人 平時在這裏出出入獄 你見到 拿來開玩笑的 你去不就是那兩個 是 為甚麼 是年輕人 年輕人 一樣的 羅冠聰 黃之鋒 你在他們面前 記得歌日 我記得一段新聞說 陳日君 見到黃之鋒 真的拍他的頭 你這個臭小子 陳日君不知說的 你不記得 那些 就是 在他們眼中你是甚麼 我剛才看 黃之鋒的鋒 原來現在 很鋒 現時香港所有政治人物 沒有一個夠的鋒 是 在西方的世界 只是香港 真的 不看 我也不知道 他比黃毓民厲害 在國際間的聲譽 國際的鋒 算了 我不說一次 那些 最有影響力 不知頭幾一名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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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你在這班 所謂的泛民 這班老爺的心目中 你是死小子 我要你走你就走 你要你站就站 我搓完按扁 你甚麼都可以 這班老爺 他們一定會想 沒有我們開頭腦出來 是啦 你哪有今時今日的黃之鋒 不是當日 我們幫你抬轎 當日 03年 七一遊行的時候 你還在咬奶嘴 是 這條民主招 我們幫你開頭腦出來 是 你現在才走得這麼平淡 所謂平淡 當然他在坐牢 那些老人渣 全部都沒有錯過 玩一下手 玩一下手是什麼 他們甚至乎 會覺得 喂 當日 這個光環 是我套在你身上 是啊 其實原本反國教 當時不是葉劍元 那時候是張文光 反國教是我做的 我讓了給你做 你才有今天 不是啊 那些老人渣就這麼想 是 絕對是這樣想 當然我們不是說 拜王之鋒 或者羅冠聰 或者那些老人渣 我純粹從中立的角度出發 是啊 我當年反國教 不是學民思潮出來呼籲 他就說 保釋後 總不想憑撲應酬 然後就變了高鬥 不懂感恩投機 好象我欠了誰的債 其實我欠最多的是親友 這一段時間內總以他們為先 流言匪語 自負老人 就先別找我麻煩 其實這個status也挺尖銳的 是啊 自負老人 是啊 很尖銳 李鄭京翰 這個我想也是一個 幾… 無聲抗議 當然 以他們兩個 現在的口才也好 或者地位也好 面對面這樣 跟大阪吵架 一定不夠大阪吵 那當然啦 人家的口大一點 那當然啦 聲音都比你 羅冠聰 我都不敢看你一大阪 是 唯有在這個面書上面 抒發一下自己 真正的感受 但我又敢說 如果你羅冠聰 去到今時 我不要說羅冠聰 我先說王之鋒 你王之鋒到今時今日 你都不敢正面 你走去和惡高頭看著 用一個平起平左的心態 對著大阪 你以後的路要怎麼走 我等他們先死了 那便死了 他們這些有排放的 很難說的 有排放的 說不是 梁博爹說 他們這樣斬也不死 有排放的 很厲害 是啊 大家可以 行走江湖 大哥 好像鄭京看這類 行走江湖 那麼容易被你擺平 很多人忘記了大班當年被人砍過 封麥事件之前 所以不是 而且我又覺得這樣 其實何醉人也被人砍過 被人砍濕過 油清源也試過 長命百歲 先說明 帶回耀廷 我強烈譴責暴力 所以這樣說 譬如你現在香港眾志 其實你接下來 這次D100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訊息 去告訴你這班年輕人聽 你們要爭取你們想要的東西 你們是要擺脫這班老人渣 在YouTube看到左亞大閣下面的留言 大部份都表情大班 其實這個很好時候 有時候趕潮換代就是靠這些契機 你這些想辦法 我們不知道怎樣做 其實很簡單 你羅冠聰 譬如你香港眾志 你們提倡的自決 本土自決 其實你這個理念和很多的泛民 其實是相違背的 老實說 他們扮演而已 對不對 當他們要這些 大家什麼團結一致 那些說話就是什麼 在他們出事的時候才跟你說團結一致 根本你們就不用理會他們 好話不好聽 好似我們現在這樣 搞個網台 如果你黃之鋒 如果你羅冠聰 你們香港眾志 你們這些年輕人 是有實力的 好似我們這樣 拿了一部機 動個電話 拿了兩支咪 他們之前不是有什麼破折號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時候 這個不是大班嗎 可能就是這個時候 跑出來跟你說 對呀 說破折號 當年不是因為我 你又破折號嗎 可能是這樣 我不知道 現在只要說 黃之鋒說一句 我很多謝你以前的題材 但現在我們成長 成長 我們可以自己走自己選擇的路 其實我覺得 現在你在香港 其實你就是欠一個網媒 就是什麼 你欠一個網媒 是做到一件事 是可以 騙及到這麼多個界別的人 去聽 是不是 我不喜歡黃毓民 我就聽熱血時報 我不喜歡劉世良 我就聽黃楊達 我不喜歡黃楊達 我就聽李鄭京漢 原來是這樣 你試一下 有沒有可能 你想想 你有一個媒體走出來 你可以做到一些評論 或者做到一些節目 是大家都可以 大家都可以 大家都可以接受 大家都可以受諾 大家都可以受諾 好像當日你D100 我們當時也是買電影 用燈 你D100開台 你D100開台 黃毓民 還是DBC 剛才你講了我買電影 是嗎 是嗎 D100剛剛開台 DBC先 是他開台的時候 你黃毓民走上去 幫你開頭 第一個節目 有做嘉賓 有做嘉賓 你給我的感覺 就是什麼 這些就是大戲 是嗎 這些就是 你告訴別人 你有心做一個大台 現在不是 你無線 就好像你無線 現在就是沒有其他台 跟他競爭 你ViuTV 他現在走的 是另一條路 你ViuTV 就是在做這件事 你不要跟我說 你是什麼公司 你是什麼台 我自決 對 總之 我多量一個好節目 我跟你談過價錢 你對就做 還有他自己用回自己的 御用演員 是 我不用用你TVB 還有那些 甚至乎是 喂 好 就是這樣 你 譬如 你 一時三刻 我又說不出 我不知道你想說什麼 你舉例嗎 是我想舉例 算了不要舉了 那就是 你現在可以做到一個台出來 你是可以告訴大家 告訴大家 告訴大家 你的內容 你的評論 你裡面所說的東西 是 是 叫做 非建制派的人 都可以接受到的 都覺得好的 內容 我覺得其實你 香港眾志 如果你秉承回你們之前的原則 你們所謂的立場 其實你們是做到的 你們所謂的自決 是自決什麼 不排除港獨 不排除港獨 那就可以了 你們的所謂 其實你說 剛才二女所說的 港獨 真的闊得不得了 是啊 那你才可以 你才可以 開到一條路 讓自己走 要不然 你不就一直 看政經海面積 對 其實真的要自決 你發揮黨的精神 真的要自決 不要再給蘋果的報 那些什麼D100 別人說什麼 別人說什麼 別人上次報道 你就可以做 好像這樣 我看到蘋果的報道之後 很好笑 不過其實我也覺得 黃之鋒和羅冠聰 都不太想接受 蘋果的報道 那些採訪 他們由上門 到他們的家 採訪 問他們無聊的事情 他們都不讓他們進去拍照 門口做過採訪 純粹問他們 今晚吃什麼 打火鍋 吃牛肉 吃羊肉 那當然不讓他們進去 你想想你這麼濕溝的問題 是啊 喂 其實我都免得街坊 指指點點 我才叫你上 要不然你立學下做 就說完 在門口做過採訪 簡單的採訪 打法理已經算是這樣 免得給足 我是蘋果的讀者 我看到這個標題 我也不想看 黃之鋒不談政治 出獄第一晚 打火鍋玩PS4 神經病 神經病 我只看到標題 也不想看 內容其實真的不需要說 是不是 如果黃之鋒 黃之鋒 你本身 譬如你們這班手足 幫到手 其實 林在家 半個小時 你什麼都說完 打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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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完所有的訪問 抱歉 我借絕 不過也要做好一些功課 你作為一個有影響力的人 不可以像我們這樣 那麼隨便 拿電話 找招職 其實是習慣 你不要有一個習慣 覺得 我有什麼行動 我一定要靠報紙 去和我宣揚 我一定要靠D100 節目 去幫我宣傳 其實你經常抱著這種想法 對方就吃滑你 你不要想著 我要曝光 這裏曝光 這裏曝光高一點 對 所有事情都 說真的 你說二血時報 其實那時候哪有人認識 是 都是慢慢砌出來 是 多不多人聽 我不知道 至少多人認識 多不多人聽 另外一回事 至少多人認識 其實你香港眾志 你黃之鋒 有誰不認識你 你憑現在的影響 其實你的影響力 可能比大大班 對 對 真的 你試試 你說的立場 跟大班完全相反 看看市民是聽你 聽大班說 是 我敢說大部分 黃之鋒 黃之鋒都聽你說 其實你 所有大局的留言 你看到 大概那個 不到我聽李慧玲嗎 大哥 你講到 黃之鋒 連李慧玲都不敢出聲 當然 雖然我沒有聽 你跟我說 是 我覺得很正路 所以我覺得很正路 我看那個節目 當時 大班不斷罵 李慧玲是罕有的 一聲都不敢出 口很小 你又 我覺得李慧玲是不認同 鄭英雄那種說法 以李慧玲的節目風格 當然是大班 那種有你說 沒有人說 當然 老闆在說話 你怎麼這麼出聲 李慧玲 也是一個 著名的節目主持 沒理由 著名的八婆 什麼都收到封 如果他是認同 他都不和應 一忍還是和應 是啊 就是這一點 他沒有和應 有位讓你入和應 他也不和應 就證明大班說的話 就是李慧玲是不認同 如果不是 他有說的 他有說一句 我記得 我覺得大班說得很對 關於網媒的發展 終於找到位 讓你覺得大班說得對 好想說到一句 真是肉能 所以王之鋒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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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既然都是 直線 真是直線 真是直線 難道到十年之後 你去說什麼的時候 你都要打電話 蘋果說 我明天就會發佈一件這樣的事情 你幫我去 我現在先給你一些資料 你跟我交 不知幾點幾點 我們會幾點出來 還要做這些事情嗎 做一些大人做的事情 休息一會 好 I am here You are there I am walking out I am still And I have never got to talk to you And I have never got to talk to you with them I always strive To make us contact Maybe you didn't see That mine was enough And I have never got to talk to you And I have never got to talk to you with them I dont know I aint no try to search your attitude I aint no trying to search your attitude I aint no try to search your attitude around What am I anger trying to set you 回到第二節 剛才那些什麼歌呢 剛才聽到一隊來自意大利的樂隊 沒有聲音 我關了麥克風 對不起 YoYoYo 回來 剛才聽到一隊來自意大利的indie band 我怕我讀錯了 所以我先串了 P-R-O-U-S-T P for Peter P-R-O-U-S-T 一隊意大利的樂隊 我試試讀 Post 類似 我怕我讀錯了 可能真的意大利發音是另一回事 我怕我讀錯了 Winnie你好 兩位好 那首歌名叫做HK 香港的HK 那首歌的內容我不知道講什麼 不過他首歌的MV 全部都是舊香港的影片 剪輯成一首MV 我相信他歌的內容 跟舊香港應該都有點息息相關 是 這樣 不過他這對意大利的indie band 就簽了一間香港的indie廠牌 哦 所以我就不知道會不會是 機緣巧合之下 就會有這首歌的出現 哦 這樣 這樣 OK 大家留意一下 好 兩條意大利仔 挺有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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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大利仔來說 挺有型的 只是高大 高大 即是高瘦 摩導身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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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摩導身型 那 那 好了 今次就 M 上次來的那一隊 你沒有來看那一隊 他來香港出手 前兩個星期 嗯 嗯 嗯 第二節 上個禮拜 為什麼是前個禮拜的事來的呢 這一宗其實是 你說什麼 那個 路相 是啊 本月十三號 哦 不是 前個禮拜 對 前個禮拜 馬例醫院有一宗 叫做 港大肝膽兒外科 臨床副教授 吳國際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是 那 說笑 他的名字我不知道 英文名字我不知道 他就在十三號 就在馬例醫院 就進行一宗 一宗的換肝手術的途中 就離開了三個小時 到一家私家醫院 為其他病人做手術 嗯 這樣 嗯 我們作為普通市民 看到這裏 大家覺得怎樣 有一個反應 哇 搞錯啊 你媽媽開開刀 突然走到第二間醫院開刀 那我本身的病人那怎樣 正常反應 很正常 很正常 我的第一個想法都是這樣 為何一個開了肚子 開了肚子 做手術 開了肚子 因為 現在的肝臟手術 我不知道有沒有進步到 但以我所知 我看過 那是阿溫妳說什麼 什麼不是275 什麼 275是什麼 不明白什麼意思 275 台興密吧 對看一點 以我所知 你做肝臟手術 那個洞開很大的 我想 那條巴 復原之後 那條巴是這裡 你做過嗎 我看過那條巴 我見過有人做過肝臟移植之後 那條壩 我見過那個都是盧崇茂做的 是啊 肝臟勝手 當時 他其實還有一個 女醫生在場 他說有另一名醫生 他說其實 因為這件事 報道了出來 很多人都會覺得是嘩然 因為我開始不敢說全港嘩然 因為現在我想你在香港 不會發生什麼關於民生的事 是會全港嘩然的 其實我都覺得是 坊間的反應 極低 以往聽到一些大件事的情況 是啊 好難答 真的好難答 沒有人分享這段新聞 是啊 是啊 你給我一點時間看一些具體的情況 因為當時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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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醫生 在現場 負責協助吳國際 是 吳國際離開了那三個鐘 盧寵貓曾經這樣說過 他就說 他不是說 吳國際離開了手術室 不妥當 他是說另外那個女醫生 不找人幫忙是不妥當的 這件事一揭發了之後 盧寵貓的第一回合的回應 第一回合 是啊第一回合而已 第一回合而已 他就這樣說 他說因為吳國際 這個醫生 是外援來的 是外援來的 他不是一個 他在瑪麗醫院 他不是全職的醫生 他來幫忙而已 是 我覺得這個世界 原來可以這麼美好 可以這麼美好 幫忙而已 就是 將來的人找我拍片 我又不是在公司打工 我幫忙而已 真的有什麼事 不用上身 好 拍完片不好看 關我什麼事 我幫忙而已 我幫忙而已 我還沒剪完 我都交給你 我幫忙而已 是啊 你又付錢 是啊 但是我不是在公司打工的 原來在醫學界裏面 在醫學界裏面 commitment這件事 是可以這樣理解的 就是 你來這裡是做兼職而已 所以就算這個手術 你完成不完 沒辦法了 你始終都是一個外援 你肯來幫忙 我已經 是啊 真的 真的 謝謝你 我嗎 我來幫忙而已 我來幫忙而已 但是你 我還是不幫忙 你再 為什麼這麼說 你再吵我下次就不幫忙 信不信我 幫我不會 所謂醫者父母心 嘩 回答你 你了 贏了 因為我找不到那個 就是那個 第二 上次是第274集 今天就是275 是嗎 上次不是 上次 上次 不是啊 不是 我放在嗎 來 說 這集是274 上次是274嗎 難道我上次打得錯 叫做陳肇始 這個就是今年新任的衛生局局長 他就說高度關注事件 他就說成立了專責委員會 去調查這件事的感覺 如果看吳肇始的反應 這件事應該也是大單 這件事應該發得大 雖然坊間沒有人留意 但可能都會覺得 現在的醫院就像我上個星期這樣說 原來大家有心理準備 你去看醫生是會醫救死你的 醫療失誤 不是失誤 沒有辦法 醫療人手短缺 醫不好你也沒有辦法 如果你遇上那個是外援的醫生 你罵也不能罵 難道你怪人嗎 就算人家看錯報告 人家是外援 所以下次你去公立醫院 去看醫生 有什麼大件事 你先問清楚 你是不是外援 醫生 你不用說那些症 我想問一下 你是不是外援 你是不是全職 你是不是全職 醫生 如果去公立醫院 可能我已經決定 這個醫生幫你做手術 我真的不知道 應該沒有 一晚問他 原來你什麼牢寵謀 我不是要求轉 但我是這樣說 最厲害的應該都是牢寵謀 你香港人 你就是這樣說 很厲害 上次這個 我真的不會說 上次鄧桂絲那件事 鄧桂絲 哪一個鄧桂絲 說說這個不國際 還未在香港 還不在香港 不知道他已經去外地 不知道做什麼 做手術 昨天我看到 盧寵謀他有一種說法 他就說 其實呢 在換肝的手術裡面 等三個小時 是不罕見的 他的說法好像是無可口非 是嗎 是呀 離開幾個小時 去另外一間醫院 做其他手術 做無可口非 因為以我所知 盧寵謀說 等三個小時 是不罕見的 這種說法 是 是 真是人渣 我想說盧寵謀這個人 真是一個人渣 喂 我也知道 開了一個胸口 等做手術 一個小時、兩個小時、三小時 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原因 會導致你要等的 其實是導致你要等的 是導致你要等的 但我現在不是說這件事 我不是說我開了肝 我開了肝 好了 他不是被迫等 現在 喂 有肝了 可以 立刻做手術 開完之後 不是呀 割肝下來 有點阻滯 等兩個小時 等三個小時 甚至等四個小時 你都要等 是 因為你被迫等 是呀 是呀 你是被迫等的 是呀 是呀 因為你那邊還沒得 好了 他就是講這個例子 他說 有時候等六個小時、七個小時 都會的 都有機會的 因為可能你要等肝 或是等屍肝 那些 我心裡 你這個混蛋 盧寵貿 你這個混蛋 這些是偷換概念 是呀 完全偷換概念 因為當日 當時 吳國際 吳國際 他是 中途 他是去了第二間醫院做手術 是呀 不是因為有什麼 當然你可以跟我說 就是因為那間私家醫院 那裡有突發的事 但是你這裡先做的 你先做的 你那個私家醫院 如果他那個案子 我告訴你 老實說 那你這裡正在做的 你那裡 那裡的私家醫院 都是由當值的醫生去處理 先的 不會每次都 你沒有可能說 因為我私家醫院那裡有問題 我就要把我在公立醫院的 正在做的手術 我可以全部丟下 我先處理私家醫院 那這些就是沒有醫德 你老母 是呀 很簡單 其實那件事 你奧衝某大理 偏偏就用這種說法去帶描我 我看完《創世紀》的第十幾集 舊《創世紀》 創世紀 創世紀 創世紀可以有很多東西 其實有很多東西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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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直是一個寫字 很合用 跟著十幾年後的今日寫 簡直是一個預言書 是嗎 他說陳錦雄做了一個政府的規劃師 是 就是羅家良找辦法怎樣可以收買他 就是逼他收黑錢 逼他收黑錢 從政府裏拿消息出來 方便發展商 是 是 是 陳錦雄是一個很正直的人 是 就是許文彪 很正直很有原則的人 是 公平嗎 是 他經常說 因為這個是師父教諾 這個理念是師父教諾 一定要做人有原則 他師父也是這樣的 是 誰知道 原來他師父也是這樣的 就是他師父也收黑錢 賣消息給一些發展商 到最後被人抓了 被廉署抓了 然後霍錦雄也跟羅家良也有說 其實這個已經是一個政府裏面的潛規則 基本上很多在規劃處裏面的人都有這樣做 賣消息出去 從中逃離 其實是洗黑錢 收黑錢 冠商勾結 但唯獨是陳錦雄一個守著的原則 嗯 是 其實跟現在盧寵謀 這個案子就是一樣 喂 醫德就是這樣 醫德應該要陳錦雄的原則 是 是 我估物論 今次我不知道有沒有出現意外 其實意外一次也嚴多 可能今次你做手術中間離開 如果那個病人有什麼事的話 誰負責 原來那個另外 當時在手術室另外那個 那個女醫生叫做黃楚琳 黃楚琳 是 他是基於安全的考慮 才決定等吳國際回來 才繼續做手術的 其實應該是正路的 沒理由 喂 但是我 我這樣說 吳楚琳是什麼人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以當時那個情況 當時那個情況 他也有可能會考這件事 我當然要等他回來做 如果不是有什麼就入我數 最後觸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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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我現在不觸碰 盧寵謀也要入我數 你露尾 你不可以盧寵謀一句 你這件事不可見 又要把這件事合理化 等於你不可以把規劃著大部分的人 都收黑錢 而把這件事合理化 每個人都這樣做 我當然這樣做 不可以這樣做 是 是 因為 就算 我這樣說 因為你那件事 你的直觀很重要 你在瑪麗醫院 公立醫院做手術 然後 你把病人扔下三個小時 為什麼 去做私家醫院的另外一宗手術 你給人的感覺就是 那裡有錢 這裡沒有 你很難怪公眾去這樣想 一定是這樣想 對 你說醫生是不是這樣想 我不敢肯定 那當然 我不知道 根據上次鄧桂司的經驗 那件事的經驗 你們這群人 可以作出一個很漂亮的故事 其實 你就是看你講出來 我們信不信你 不是 那個病人 是因為有什麼突發的事 是非要不國際回去處理不可的 全香港就只有不國際才可以處理到那個突發事 但是瑪麗醫院這個手術 不一定只有不國際做的 譬如你那個黃楚琳他可以自己 自己 自己可以 頂眼上 如果不是 或者找人幫忙 學奴寵就是所說 你可以找人幫忙 因為 本身瑪麗醫院的那個手術 不一定要不國際做 但是私家醫院那一宗 就一定要是不國際才可以處理到的 這麼神奇的 會有這樣的案子 當然一定要做 收了錢 不是 我就拭目以待 我就拭目以待 我就看你的調查報告 你夠膽子寫一個什麼的理由出來 有什麼情況 是非要不國際撲回去私家醫院處理不可 你解釋給我聽 除了錢之外 我作為一個公眾 我真的想不到其他地方 而是 而是 當你看回頭的時候 你勞寵貿你這個含家產 你走來跟我說 等 不罕見 經常都要等 我知道經常都要等 但是 不是等你去做了別人才回來做我 是啊 你這個含家產的人 所以我本來就是 趁Billy今天看到的時候 我又可以證實一次給你看 你這個含家產 有鬧組沒有鬧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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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真是人渣 你醫人醫得好 不代表你有醫德 是 你醫術高明不代表你有醫德 重要 現在整個醫療隊 關於換肝手術的醫療隊 都是盧寵貿責的 去負責的 而在你負責的這個成療程裡面 你是容許這些事情發生的 是 他教出來的那些 即是那個觀念 即是輸送出來的觀念 我相信都是為你試圖的主意 是 只有把握時間 做多兩個手術 賺多點錢 是 他是外握身份 不能強求他百分百要留在馬泥 我屌你嗎 那你當初你不要瘋子做 這個手術 他一句說話 其實你很多醫生都做 公立醫生 很多公立醫生 如果是外握的醫生 各個包肥 突然間只要離開 離開 離開 那邊有更重要的手術 那邊有更貴的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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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是 如果你容許的 如果你本身 你香港的醫療體系 就是容許這些事發生 只要對方是外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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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方是外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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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次都提升了 對方是外援 說真的 你私家醫院 我又不夠錢 就住不起了 我一個窮人 我有什麼 冬瓜豆腐頭 雲身慶 怎麼弄傷咬柴 我迫著去公立醫院看 原來做手術 你是外援 你盧寵貓 最要來跟我說 他連同總監 陸志聰 他說 總監陸志聰 早前就說 沒見過監督醫生 手術中 中途離開醫院 盧寵貓就重申了 換肝手術 中途有醫生離開 情況不罕見 喂 不是 馬麗醫院總監 總監 總監 在盧寵貓面前 你收皮 你在盧寵貓 這麼大事的人 面前收皮 喂 他沒見過監督醫生 中途離開 盧寵貓一句 神經病 都一點都不罕見 不罕見 你真的 說完了 你總什麼監督 你收皮 沒見過大蛇 大蛇 對 喂 都是說那句 你盧寵貓賤 就是賤在這裏 我現在說的 不是說 他有沒有什麼事 要中途離開 又或者是 又或者 你一定會有緊急事 我隨便說一個 譬如你現在 譬如你今天 做到第二個手術 做到 拆到第二個 拆到一半 咦 剛剛上一個出現緊急反應 也是你剛剛做的 咦 不是的 我先看看 放下 走出去 15分鐘回來 不罕見了 我相信這些情況就是不罕見了 是嗎 我隨便說都說過 一定有 你所指的是不罕見 但是 放下病人三個小時 走去私家醫院做其他手術 你跟我說這些不罕見 我就是第一次見 我第一次聽 如果這樣也不罕見 如果這些事情是不罕見 社會反應不會那麼大 盧寵貓 很簡單的 這些事情 社會真的不好反應 不是 起碼連這個 瑪麗醫院的總監 他都沒有見過 對不對 對 你不要跟我說不罕見 你這個混蛋 他下一回合的回應可以是這樣 我現在有個數字 平均每個換肝手術等候的時間都超過兩個小時 最長一個超過八小時 他可以放一份報告在你面前 他做得出 他做得出 他怎麼做不出 他就是想這樣 他就是要這樣轉移視 他就把這件事合理化 對 然後他又說這些 喂 他是什麼外援的醫生 所以就是 香港醫療嚴重不足 林鄭月娥 撥多20億 貨水 對不對 如果不是這些情況就不斷發生 但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對上一份財政預算案 醫療的剩下預算案 唉呦 真是 唉呦 真是 真是 心表遺憾 是 他說這一種 愛援 即是他這一種說法 是愛援醫生來的 我們就不能強求 我也是愛援主持來的 你有沒有說話 放下一支咪咪走 那我就奈你不要 回來了 拜託 坐下 不要玩 因為他這一種想法 他這一種想法是一脈相承的 當日他有參加過這個 撐黑警的集會 嗯 講粗口 屌老母的那個 他撐那些 他有去那個集會 他去過什麼 那當時 那七個警察 都只不過想執行職務 是啊 他就是想執行職務 因為他就是想執行職務 而打人 就是不對 是啊 他這種人就是這樣 如果用執行職務 那四個字 放在他當值期間 什麼都可以做的話 是 就是 放火 口吓怪片 什麼都可以了 因為如果你說 吳國際因為他是一個外援 他走了去 是無可避免的話 那是不是 他是一個正職 他是全職的馬里醫院 換肝醫生 移狀科醫生 他就一定不會 他在手術中途離開呢 即是如果外援的都可以 外援的都可以 那其實我又問你 那他全職的離開又行不行 那為什麼不行 你說可以 就固自然恐怖 你夠膽說可以 如果你說不行 那為什麼不行 為什麼不行 他都可以有 第二個問題要處理 他都可以有第二個問題要處理 根本這件事 跟吳國際是不是外援 根本就一點關係都沒有 其實 他尷擇又偷護應概念 他將這個 吳國際的身份 放下去 他將這個東西合理化 我昨天看新聞 我本來都覺得 有個狠樣 是很狠可惡 我今天一定要屌實他 教育局局長 那個叫什麼名字 你可以幫我搜尋一下 現在新的教育局局長 我剛剛想起 我還停留在吳克劍 沒有啦 我發了副局長蔡若蓮 那個 我先看看 現在鬥快嗎 楊潤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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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看新聞 他訪問他 他是一個電台的訪問 他就訪問他 他就說 我們現在 就要推行這個 國民教育 真的不行了 真的一定要推行 為什麼 跟港獨的 民事潮 無關 他說無關 為什麼 學校不會有人教他們 講港獨 他聽到港獨的聲音 一定在外面聽到 學校是不會聽到的 他說 他很有信心 他很有一個 百分之一百的 信心去認為 香港的教師 香港的教師 就算他教什麼都好 那些學生都不會接觸到港獨這兩個字 在學校範圍 我也相信 正常 你在西班牙讀書 你讀書的時候 學老師都不會教加泰龍利亞獨立 這是一個常識來的 你不忍會 你在英國讀書 你在蘇格蘭讀書 他不會教你 蘇格蘭讀書 他不會灌輸思想給你的 你的教育不是這樣的 我都不需要這些 突然間 你有介事說這些東西出來 其實 你要推國民教育 你不需要找這個藉口 因為他前兩天 他也有一宗新聞 很厲害的 在24號 楊潤雄接受電視的專訪 應該是講清講錯的 沒有記錯 是不是講清講錯 不知道 隨便 那 啊 不是 一個功能 他跟學生交流 有個小學生問他 他說 局長你有什麼夢想 他就 回答他 他說 小時候有過很多夢想 很多都是不切實際的 到大個為生活所折磨 現在成為教育局長 我就很想努力為教育做一些事情 我沒有回答過 真的 我會覺得 你作為一個教育局局長 你當著一群年輕人 小朋友 小學生 面前 你去告訴別人 我小時候有很多夢想 但是不切實際 那 即是怎樣 現在做教育局長 是不是你夢想 不是 你不如不要去做 他已經好 是的 小時候有很多夢想 很多都是不切實際 因為台下的那群年輕人 也有很多人都會有夢想 我夢想可能是做一個 流冰高手 我或夢想做一個漫畫家 踢球 不切實際 對你來說 這些都是不切實際 甚至乎如果台下 有個小學生 我將來 我大概想做太空人 我大概想坐你的位置 更加不切實際 你加入共產黨沒有 加入共產黨 你想加入 你有門路嗎 你要買通多少人 才可以加入共產黨 我先 買通我先 因為我記得 我當日看到這宗新聞的時候 我真的 我無名的火氣 都已經馬上 接下來他也說 所以他說 因為他說 要直播 要直播一些 不知道什麼 他說要在電視上 類似那些 類似那些 那些混蛋 不知道 人大 還是什麼 那些 講話 他說要在學校直播 他說他覺得沒有問題 他說他覺得沒有問題 你問林鄭月娥 他說 你搞直播 那是不是逼他們看 沒有說強逼 你合眼睛就行 說得挺好 因為 你怎麼會想得到 說真的 這班人 有生氣 這班人生氣 都正怒的 比我生氣 你 由林鄭月娥 當選開始 你都會想像得到 接下來 這個政府 旗下所有的人 做事都是亂來的 是 他也是聽指示 他當選後 沒有太陽 律政司法 亂肯監禮 然後 那些 DQ 你不信昭的議員 拘捕所有社運分子去坐牢 你所辭的理由全部都是無溪的 我敢這樣說 全部都是無溪的 隔夠硬來 就是那件事 你法律要判一個人坐牢 只要你夠膽隔硬來 我你都可以判終身 大把理由 大把理由 每個人都放在大放缺詞 分裂國家 你數我這二百多集 追索力 你現在最喜歡說的 追索力 這二百多集中 我所罵的所有人 他們一人一句 去報警說我恐嚇他 我坐到七十歲了 我外援你的 OK 沒所謂的 我一力承擔 對 一個坐好過十個座 對 我兒子交給你 照顧 沒問題 盡臭 盡臭 什麼盡臭 好了 你們這班人 我都預讀了你們母譜 但是 你母譜 我看到林鄭月娥 她都告訴我 她都在想方法包裝 原來不用包裝 不用包裝 原來不用包裝 不用包裝 你盧寵茂 一句 旗下有醫生 不用包裝 她走出來 走三個小時 怎麼很平常 很平常 不是 這樣 盧醫生 這樣 都叫平常 她是外援 我們不能要求她太多 她已經很勤力 她比起一些正職的同事 都很勤力 我在你那裏做正職 我真的要不要你老母好呢 好了 教育局局長 我現在跟你說 我還要對著小學生 老實說 你不是一個正常人嗎 你對著一個小學生 你會說得出口嗎 你長大時想做什麼 不切實際 又說被生活摧殘 其實不應該說這麼負面 你長大時就會被生活摧殘 你放心吧 教育局局長 你只有一句還沒說 所以現在為什麼 這麼多年輕人跳樓 因為生活摧殘 我也經歷過 所以對 所以響應回 之前什麼劍說 你生涯的規劃出現問題 原來 一早 我叫你做什麼 就做什麼 就行了 你想這麼多 這個社會 哪容許你有自主思想 在中國這個國家底下 你哪可能有自主思想 話說 這個習近平 那天 十九大 十九大 不知道說過什麼 我記得 應該是那抽什麼 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什麼 新時代特色 習近平思想 新時代 社會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對 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很辛苦 對 應該是類似那一篇 之後 馬列主義 武澤東思想 之類 之類 我看到 有一個採訪 他這樣說 因為 當 有很多小組 就是那個會議 有很多小組 比如什麼文化 那時候 那時候 就是 成龍 最威風 我記得 上一次 他還是人大 關於什麼演藝界 他生氣 為何那些人只是看外國戲 為何不看中國電影 那些人就是罵 結果就是 他限制你那些 細片上映的次數 但是結果 別人都大收 真的很不明白 然後 有很多小組的事情 他截錄了很多 當時很多人的講話 哇 習近平那天他講的 簡直是 什麼魚雷冠義 什麼非常動聽 我當晚 我也忍不住 立刻 重溫他的文字版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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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慷慨激情 什麼 什麼 全部就是 這些 虛無到頂點 讚美的說話 但是 中間 如果 我相信 我不知道 因為當時 有等第四 他講的 下面的人 採訪的記者 你不能問 如果你正常 你去問一問他 那你覺得 習近平說的 哪一點 是最令你有感動的呢 我看你能不能說 因為 當日在場 拍到很多人在睡覺 當然睡覺 那些所謂的領導人 睡覺 才能表現到 他們還是人的一面 是 要不然 他跟蠟像 沒有分別 可能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譬如 一些小學生 或者中學生 可能在他們的父母 他們的父母 可能到現在 很多人都要為這個 生活去 努力 努力 他們 尤其是 可能早我們半代的人 四十幾五十歲 是的 因為他們 生存了一個最難過的那十年 有沙士 有金融風暴 那十年 其實在那十年 正是他們的壯年 但他們偏偏遇到這些 令到他們的生活很艱苦 令到他們的生活很困難 那些什麼民主自由 他們說 糟糕你老母 等一下 放下 過兩年 你才跟我說 我現在供樓 供得很頭痕 兒子接下來 就讀大學 不要緊弄我 可能我還是會這樣 但到我們這代 到我們這代 雖然我們都經歷過 譬如在沙士的時候 我也是剛出來工作 其實老實說 對我的影響 其實真的不是很大 對我來說也不是很大 金融風暴 對我來說影響也不算很大 因為我沒有投資 其實也沒有關係 譬如像我這樣 你外面經濟一差 那就少人找我們做事 這是一個事實 但其實 你說是不是真的 去到一個 令到你 沒有飯開 或者你要欠人錢 或者外面要謝謝道日 未到 至少我們身邊有很多朋友 我們都聽到很少 沒有 我身邊沒有什麼例子 對 又要靠責任 又要靠借卡 每個月都是這樣 我想已經很少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大家可以開始集中 尤其是對到我們下一代的時候 好了 我們現在看到這樣的教育局長 而是你要有一個打算 就是 接下來這二十年 香港的教育就是這樣 香港的教育就是這樣 他就是會這樣去搞救你的兒子 搞救你的女兒 那你要怎樣做呢 你要怎樣去還擊 已經不再是 什麼流心 什麼要看著 什麼要防範 你無法防範 你要還擊 你要還擊 怎樣 打出去 不用 犯法的事我不做 反對暴力 是啊 我譴責暴力 強力譴責 強力譴責暴力 你怎樣去還擊 就是 就好像我之前 我和Billy都有研究的問題 將來唱國歌怎麼辦 你上學一定要唱國歌 屌啊 你怎樣去解釋給你兒子聽 怎麼辦 而當你去解釋給你兒子聽的同事 因為你又會面臨其他人的意見 譬如你老婆 爺爺媽媽 公公婆婆 他們可能會有意見 是不是 始終是你小朋友的事情 那你又怎樣去面臨呢 就是我想如果 很簡單 如果去到這個階段 如果去到今天 今天這樣說 我和我老婆說 糟糕 唱國歌 國歌 聽得到火棍 我老婆都未必會反對我 都未必會不認同 是不是 就好像現在六點半 一播一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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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會、組會 真的要你唱的時候 那你怎樣教兒子呢 其實去到學校裏面那部份 他沒得避 老實說 我真的沒得避 他就算不想唱 他也要做樣子也要唱 你最怕就是這樣 做樣子也要唱 你一個年輕人 一個小朋友 這些東西對他成長很大影響 那怎樣啊爸爸 我要做樣子 做樣子是可以的 你這樣教兒子很嚴重的 很難拿捏的 很難拿捏的 你要知道 利害輕重在哪裏 在學校應該怎樣自處 然後他回到你 你要知道 學校是要懂得保護自己 因為這些 很難拿捏的 因為郭歌儀在操行那裏 令到你 分數大減的 又太難拿捏 是不是 然後他回來那份 功課 應該的 然後他回來那份功課 第一版就是寫 共產黨是進步無私 什麼什麼 怎樣教呢 很簡單 你問他信不信 第一句 他當然相信的 因為沒有一個不信給他參考 這個就是 跟他討論這件事 你其實 很難硬把你的思想放進去 不是啊 而是因為 可能我到現在 大家討論 可能要到時才知道 如果你的兒子真的覺得 共產黨是偉大的 你也沒有去負 人的成長 人會隨著成長 而思想會改變 會進步 就像我們以前 摺影中國人 現在不是 不是啊 我們以前 我們成長的環境 是有一個討論空間 我明白的 因為 我們才可以培養到 我們現在的這一種 暫時來說 都不需要擔心 現在資訊發達 他很容易會看到 一些中國 什麼不好 共產黨 什麼不好 其實有時候都蓋不住 正等於我這些中國朋友 他消息封鎖 很難接觸到外面的世界 他都知道共產黨是在的 他跟我聊天 都要用電郵加密的談 他知道 但他沒有辦法 他在私底下敢怒 但表面上就不敢言 就是這樣 日後我們就要過這種生活 最重要是你底裏的思想 就是明白到真理是如何 就是表面做出來 就是另一回事 嗯 是啊 我相信現在很多中國人 都是這樣做 都是這樣過日子 是 都是想著移民 哈哈哈哈 我跟中國朋友說 是想著移民的 是啊 是呀 他在這裡跟他死過 他說他是按鈎的 他真的是一個很稀奇 就是中國會有一天的民主出現 嗯 他真的有很多個案籍 是啊 好不幸 我真的很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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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癡心錯乎 是啊 真的很癡心錯乎 我有尊重他這個想法 對不對 他可以做什麼 他真的什麼都做不到 老實說 那麼 今天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加泰和美亞獨立這麼說 是啊 因為等Billy回來再說 對 等他回來再說 因為我發覺新聞真的沒有說 有的 在蘋果一部說 是的 其實之前說了一點 之前公投 因為投票率不高 只有42% 超過九成 支持獨立 上個星期 自治政府 單方面宣佈 獨立 在過去 在投票的期間 直至上個星期 我都記得 是不斷都有一些西班牙的新聞 就是說 政府怎樣打壓這一群主張獨立的人 例如拘捕了一些加泰和美亞警察 或者拜免了一些議員 這次他宣佈獨立之後 他也拜免了這個加泰和美亞自治政府的主席 這個手法是跟共產黨的一模一樣 是一模一樣的 是一模一樣的 更加明目張膽 甚至可以投票當日怎樣打打投票者 即是佔據著這個投票站 是警察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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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政府就 立刻引用這個憲法 好像是155條 解散了加泰和美亞的議會 然後12月21日就要重選這個州議會 最好笑的是 我看到今天的蘋果一報 他就說 有一些叫做反獨派 大遊行 主辦方宣稱有130萬 哇 加泰和美亞當地的傳媒 好像有30萬人的遊行 130萬你們可以獨立成國 我當作有100萬人這樣遊行 其實 起多個西班牙出來 這些情境 我覺得似曾相識 是 喂 我們有50萬人遊行嗎 喂 有英國護照 我叫什麼 何君堯 不是 很多人都有英國護照 白頭髮那個 白頭髮那個 周庸 對 周庸出來從你籌到150萬個簽名 有護照 你用群眾 你用群眾 有九成的選票是支持加泰和美亞獨立 之後州政府宣佈獨立 之後你今天 昨天 昨天拘捕100萬人出來 又說 喂 西班牙統一最重要 國體為重 國界為重 反對加泰和美亞獨立 又是 你用群眾鬥群眾 是 共產黨式的做法 很賤 當然你說 這100萬人有沒有水分 我不知道 當然我覺得 是會 有也不奇怪 因為始終他當時的投票率 是只有12% 是 是 我不記得之前在哪裏看到 說這些是沉默大多數 是 沒有去投票的人 是沉默大多數 是 又是 喂 跟我們香港的技量一模一樣 真的 是 照抄你 是 齒塵相識 我看到真的 喂 可以把字眼的名詞 全都換成香港 那些 一群羊 等Billy回去再說 不 這個 理解的發展 我也不知道會怎樣 不知道會不會有什麼衝突 還有 我也看過這些文章 都說 其實 現在加泰和美亞 很難在國際上得到承認 因為他說 他始終不是因為受到什麼去侵害 或者是打壓 或者是可能戰亂 而迫使他們要求獨立成國 哦 現階段很難得到國際的承認 對 香港的情況也是這樣 嗯 就算我們被中國人踩到地方爛了都不算 是啊 因為不是戰爭 沒有錯了 解放軍還沒出 對吧 人自由出進來這個地方 摸口飛 是啊 摸口飛 你叫國際社會 糟糕 有時候的事針不刺到肉不止痛 有時候的事針不刺到肉不止 所以有時候也挺偽善的 國際社會也挺偽善的 那你去到這個位置一定偽善的 你又不是我 你又不知道我生活在這個地方有多辛苦 是 不過你在外面就說 你沒有打壓他 你沒有打糕他 所以你沒有資格動立成國 我不會承認你 這樣也行 是的 正等於西方人看我們香港 黃之鋒是領袖 是結束的人物 是香港第一把交椅 他被判他坐牢的時候 你們都出不了什麼聲音 國際社會 在香港現況 其實跟西方人眼中看的 完全不一樣 所以 不知道《時代》雜誌有沒有報道 黃之鋒坐牢呢 國際社會又關不關主 你好 殺氣了 黃之鋒要主動一點 沒有得主動 你說當時的說法都不知道是 什麼 什麼當時的說法 又說他有什麼影響力 說法都不知道是怎麼來的 你沒有理會 總之榜上有名 又要坐牢 如果好像你這樣說 說得這麼厲害 人家都不叫你拍 不是啊 坐牢有什麼問題 坐牢有什麼 那他是辦法 不是啊 坐牢對他有什麼壞處 不是 我們又不能夠每次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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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個結果會是怎樣的 那 當日 這樣判據 坐牢是真的很大問題的 當然是不應該 是隔膠硬 當然是政治打壓 就是啊 就是啊 何君儀說 如果不是政治打壓 你們這些人坐牢 誰知道判這麼輕 咬哩狼 是啊 就等於現在西班牢的政府 都告這個 加特羅雅的那個 那個自治政府主席 說最高可以判30年 說他這個 半戀罪 分裂國家 最高判30年 是啊 黃之鋒這些都可以判30年 分裂國家 那香港還沒有 即是我說學這個 何君儀說法 釋法 釋法就行 隨時都行 釋法的話 現在沒有染雞龍 嗯 明天就先過了23條 接著又有追溯力 那黃之鋒就馬上去判30年 嗯 不是 不要說這些 明天Halloween就出去玩 好不好 拜拜 拜拜